好,那我来做个自我介绍,然后我是张同飞,然后来自斯特沃克,从事安卓开发有三年,然后今天还荣幸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Jetpunk。 我相信大家同事安卓开发的小伙伴应该在公司项目上,或者是在平时课余的时间上,肯定有写过很多小项目,或者是自己的上项目。 平时我们在项目上经常会遇到这种产品交互,用户体验以及代码架构,数据存取及网络优化等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在项目上一般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解决方案,会按照自己的项目,设计到自己的框架,或者是一些设计模式。 但是每一个人在每个项目上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官方发现这种问题以后,发现说可能我们大家每个人设计上都有优缺点,而且都不能够适合所有项目的场景。 所以说18年以来,谷歌推出了一个安卓Jetpunk。 它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简化开发流程,然后让大家轻松打造优质应用的工具。 有优质的应用,然后所以推出了这个Jetpunk。 Jetpunk是什么呢? 官方的解释说它是一套工具,一套组件。 然后呢,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解决减少安卓碎片化, 以及减少我们写书写样板代码。 同时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追寻一些实践。 所以说它出了一套工具包,可以说是一套工具包或者是一套组件。 然后呢,它呢,它里头呢,包含了很多,就是官方给的一个图,是18年的一个老图。 现在在19年20年或者是出了一些新的这个组件。 但是我这个里头没有加上。 今天就是先拿这个图来给大家大概说一下,我所理解的Jetpunk,以及我平时学习,不管是学习啊,然后看视频啊,项目上一些实践,与大家共同交流一下。 Jetpunk呢,主要有四大部分组件。 就是最重要的应该是我们,呃,左上角这个architecture,然后像这个UI,Behavioral,以及Fundation。 也,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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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使用的这个比较少,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是相当于是,嗯,优化一些我们的,啊,过去,啊,旧的一些API,我们今天主要关注在这个architecture这一,这一个,这一栏。 architecture呢,包含,包含了这个Data Binding,Life Circle, Focus,以及Live Data,Navigation,Paging,Room,ViewModel,WorkManager,这几个很重要的组件,那今天呢,我们,呃,怎么来讲这个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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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概的思路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个这个组件的概念,以及它的优缺点,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它,然后再给出一些,呃,这个小的例子,就是一些代码,呃, 去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可能有一些,最后有一些组件,嗯,我用的不是很熟,然后时间原因,我,呃,看的也不是很深,所以我就大概的,有些组件是大概的介绍一下, 对于几个常用的组件,我会详细的介绍一下,好,然后architecture,这个部分呢, 其实,呃,对于我们任何个项目,来说,我们肯定会,呃,选择,是用MVC,MVP, 或者是MVVM这样的,呃,架构,官方呢,在Jetpack里面,给我们推的是这个MVVM, 为什么要推这个呢,以及我们的MVC,MVP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呃, 呃,我想大家在平时的这个实践中,肯定会有,呃,比如说我们的MVC, 最传统的MVC,我想基本上,应该是最原始的协访,它就会导致,呃,大量的逻辑代码在activity,或者在fragment, 后来推这个MVP呢,是为了,呃,帮助我们JL这个,呃, view,以及这个,我们的model层,所以说我们出了一个MVP,可是中间加了一个present层,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推MVVM,而不推MVP呢,因为MVP中我们可能会经常写一些代码, 去监听我们的生命周期,然后,呃,为了让我们在合适的生命周期, 做一些合适的事情,会重复写很多代码,比如说我们经常可能在present层, 同样的会写一套生命周期,叫做onstart,oncreate,或者是onresume, 然后在我们的views,activity,或者fragment里面, 以用这个present的时候,在这个不同的生命周期, 调用这个present的生命,呃,生命周期方法, 让我们的数据能够监听到我们的这个,呃,意外的,呃,生命周期, 所以说官方在JetPunk里面,呃,帮助我们做了一个life circle的一个组件, 去帮助我们解决mvp中,呃,感知,呃,安卓,activity,或者fragment, 以及生命,呃,应用的生命周期的一个,呃,组件,呃,mvvm呢, 主要包括,呃,这个,呃,三个层吧,第一个层就是我们的,呃,activity,fragment层, 然后,他,他会持有我们的viewmodel对象, 然后在viewmodel对象里面呢,我们会,又会持有我们的labdata, 呃,然后我们的labdata,的data是从哪来的呢,是从reple来的, reple我们有,呃,两个最重要的来源,一个就是local,一个就是remote, local我们不管是disk,还是room,还是databased,或者是remote,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做一个,呃,想让,当我们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 去,让我们的ui也进行一个想要的改变, 而且,让他在合理的合适的生命周期去做, 不要在比如说我们的activity,或者framement被销毁, 或者已经不可见的状态下,做一些无效的,无用的, 以及,呃,一些意外改动,所以说,这个是他,呃,大概的架构, 现在呢,我们下面来讲,这个,呃, 这个,呃,这些办法,里面我们提的最多的说是, 它可以具有life circle aware,它具有生命周期感知, 的一个组件,它是怎么做到,呃,去想要我们的生命周期感知呢? 然后,以及,怎么让,能够让通知到我们的,呃, 让,通知到我们的observer, 其实,呃,life circle的一个,呃,生命周期感知组件,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观察着模式的实现, 然后,呃,我们的,这里我们有,有,有,有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说,呃,我们的activity以及fragment, 如何拿到我们的life circle? 刚才我们,呃,已经提到了说,呃, 呃,我们如果自己写mvp的时候会写一些, 在presenter上可能会写一些, 类似于activity或者是fragment的生命周期的一些方法, 啊,然后在presenter上,在activity上去调presenter上, 然后让presenter的数据知道我们的生命周期, 其实, life circle也有点像这样的一个,呃,的实现原理,呃, 我们的life circle呢,主要包含了几个很重要的,啊, 啊,api吧,或者是几个,呃,对象, 主要,首先我们这个,呃,我们对这个android里头, 这个生命周期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需要关心的地方, 我们可能有很多这个不同的状态, 或者是不同的,呃, 嗯,一些,嗯,呃, 嗯,事件会通知到我们的状态是怎么做, life circle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大概先了解一下life circle这个组件里头, 它都包含了哪几个最关键的这个类, 第一个就是life circle的这个类, 它里头呢是,呃, 呃,声明了两个class, 叫做一个state,一个是event, state和event呢, 就存在我们刚才这个图片里面的这种, 呃,我们可能我们view的一些状态, 当前是处于初始化, 或者是待的状态, 或者是resume的状态, 也会存有些我们的event, 然后, 还有一个对象class, 就叫做lives circle owner, owner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啊, 像我们的activity或者frame呢, 它能够有这些生命周期, 所以它是叫做我们的lives circle owner, 我们这里的lives circle呢, 其实就是一个被观察者, 啊, 然后我们的lives circle owner呢, 会去, 啊, 会去实现我们, 呃, 呃, activity或者frame呢, 我们owner里面会去注册我们的observer, 去观察我们的activity或者frame的生命周期, 然后最后再通知给我们的observer, 我们的observer呢, 有一些系统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些observer, 叫做full life circle observer, 或者是lives circle event observer, 它的区别的lives circle event observer呢, 它就是, 啊, 它有个回调方法叫做on state change, 总之, 就是一个观察的模式, 啊, 通过我们自己维护, 啊, 我们自己写的一个被观察者lives circle, 然后去监听, 在activity里面去注册我们的观察者, 然后去, 再通知给我们的observer, 然后呢, 啊, 在, 啊, 我们这里也有个小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activity呢, 是怎么属现我们的, 啊, 去观察着我们的lives circle的, 在圆码里头, 它是有个叫reportfragment, 它做了一个, 啊, 在activity里面, 它初始化了一个fragment, 叫做reportfragment, 但这个fragment是一个空的, 呃, 它是通过这个fragment的生命周期, 然后来感知我们的整个activity的周期, 最后通知给我们的observer, 呃, 大概的一个, 这个, 它的这个一个图, 啊, 结构图就是, 在, 我们的activity或者fragment, 会实现我们的lives circle owner的这个, 啊, 接口, 然后呢, 我们在, 啊, lives circle owner里面, 会实力化一个lives circle registrant, 这个lives circle registrant, 其实是, 啊, lives circle唯一的一个实现类, lives circle呢, 是一个抽象类, 在圆码里头, lives circle registrant, 是它的一个唯一的实现类, 它主要做的操作就是, 观察者经常做的, 我们的, 会, 啊, 维持这个观察的对象, 我们会有一个hash map,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 数据结构的存这个map, 然后会有些, 啊, 这个remove或者是添加, 就是, 添加注册观察者, 以及, 啊, 删掉移除观察者, 或者是, 啊, 观察者通知, 通知的这个方法, 主要就是在lives circle registrant里面实现, 最后我们的,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lives circle observer呢, 就包含了, 啊, 系统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三个最基本的lives circle observer, 所以说, 我们刚才, 啊, 提的那个问题, activity以及fragment怎么实现, 这个lives circle的, 它就是通过这一个观察者模式, 然后通, 最后, 啊, 通过注册观察者, 然后去, 啊, 通知给我们的观察者, 告诉我们的观察者, 现在啊, 我们的view现在处于什么生命周期, 这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如果, 啊, 如果要写一个自己, 写一个啊, 啊, 的话去监听我们的activity, 或者是fragment的生命周期, 一个最基本的写法, 其实这里头有好几种写法, 我这里头抽了一种, 比较偷懒的方法, 就是用筑解的方法, 筑解呢, 我们需要去掉下这个, 写下这个lives circle component, 这个annulation process, 它是通过这种, 啊, 注解, 来帮助我们实现, 监听, 啊, 这个生命周期的, 我们在, 我们自己实现一个lives circle observer, 然后我们, 啊, 声明一些, 啊, lives circle的一些, event, 就是它现在, 我们的activity, 或者是fragment, 处于什么样的一个, 生命周期, 最后我们在我们的fragment里头, 通过这个getlives circle方法, getlives circle方法, 就是我们来上一天讲, 它在这里头, 在activityfragment, 它会出, 它会实力化一个这个, 这个lives circle register的方法去, 啊, 注册我们的观察者, 然后我们在这儿可以, 去把我们的观察者, 加进来, 这样子我们就会能做到一个, 观察这个, 就会在合适的说明周期, 就会执行在这个unstart, 或者unstop方法里面,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present, 你写一个, unstart, unstop在这里面掉, 它性质是一样的, 只是它这儿通过了一个注册, 我们知道了这个live circle的原理以后, 我们现在就要讲一个, 下面getlives一个,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组件, 叫做live data, 其实在getlives一个里面, 我觉得提的挺多的, 就是说对于生命周期的感知, 然后尽量做到我们这个, 我们在更新UI, 或者是更新我们的, 就是主要是更新我们UI的时候, 在合理的生命周期, 以及在合适的状态下, 去更新我们的UI, 它呢, live data, 也是一个观察者模式, 去观啊, 去怎么说观察, 它其实是主要是观察这个数据,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live circle, owner, 就刚才我们上一讲live circle的owner, 注册给live circle, 注册给我们的live data, 这样子我们live data里面就持有了这个, 在持有了这个live circle, 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叫什么, 嗯, activity或者fragment的生命周期, 然后我们跟着这个生命周期去, 啊, 去啊, 通知这个跟着这个live circle的状态去, 最后再通知我们, 啊, 的, 的, 啊, 的data, 嗯, 我们使用啊, 啊, lip data的几个优点呢, 就是它能够, 保证我们的UI在更新的时候, 是在合适的状态下, 嗯, 而且能够减少我们的, 啊, memory leak, 什么是memory leak呢, 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mvp可能会出现memory leak, 就是可能说我们的, 把我们的传统mvp的样子, 就是把我们的view, 最后传给了我们的prenet, 但是可能我们这个view, 像activity, 被系统回收的情况下, 它可能当前这个activity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prenet仍旧持有这个activity的对象, 所以导致它还在有引用, 但是它已经其实已经销毁, 所以是这会儿就发生了内存泄漏, 然后呢, 也会减少一些, 没有, 当我们在activitystop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crash, 可能我们之前有一些方法是, 在activity, 没有, 如果我们有没有写那个activity不等于空的时候, 去做一些操作, 可能就会导致一些crash, 嗯, 同时我们不需要手动去管理这个我们的live circle, 就是不用手动关心, 我们现在这个, activity的或者fragment的在哪个生命周期, 它就能够做到在合适的生命周期, 就是在这个resume的状态下, 去更新我们的数据, 这多了一个data, 然后always up to date, 它的意思就是说, 能够, 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 一组数据更新了很多次, 然后它会最后通知我们最新的数据, 以及我们的在properconfiguration change, 这个configuration change呢, 就是我们在系统, 比如说rotate, 旋转或者调整我们的整个屏幕, 字体大小, 以及做一些系统配置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生命周期会走重新, 重新去走一个restart, onstart这种生命周期, 它也会在这种合适的上面去通知我们的数据, 然后我们讲了这个呢, 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live data, 最重要的几个api, live data里头, 它其实也是一个观察的模式, 它里头有几个方法, 就是observe方法, 就是我们的观察者里面, 去触发这个观察者试镜, 里面有两个observer什么, 一个是observer, 一个是observer forever, 这个observer forever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能通过手动的方法, remove observer, 才能够去移除这个observer, 我们的观察者, 但是我们通过observer观察的这种观察的观察者, 我们就可以系统帮我们做到一个当我们的生命周期走到一个可能一个当前已经销毁的状态下, 它会帮我们移除这个生命周期, 所以这是两个的区别, 里面呢更新的值呢, 更新这个data值呢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set value, 一个是post value, set value是我们在主线程去做更新, 然后post value是在我们的后台线程去做更新, 然后还有两个方法是unactive以及unimactive, 我们的unactiv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观察者从无到有, 原码里面他的给的解释是从零到一的时候, 他然后去开始执行这个方法, 定位这个方法, uninactive, 他是说从我们的这个观察者从一到零的状态,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lipeta里面的observer已经没有了, 但是这个的没有呢, 可不是我们真正的就可能说是那个hashimab或者数字里面真的没有observer, 而是我们observer的生命周期处于这个我们可以通知到的生命周期, 比如说他现在在resume状态的observer是没有了, 如果这个observer我们没有手动去有些像这个foreverobserver的observer, 我们没有移除的话, 但是他这个observer如果走到了另一个戴的状态状态下, 但是他还是在这个observer里面, 但是我们这个uninactive是不会去执行他的, 他只关心的是我们的这个active状态的这个上面的observer, 然后lipeta呢它的它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单一不可变, 然后还有几个API就去继承了它, 叫做multiplelipeta还有mediatelipeta, 这个transformation呢其实是我们的livecircle里面的一个API,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几个API具体是怎么使用的, lipeta呢以及multiplelipeta经常是被用在我们的viewmodel里面, 我们下一个图接的viewmodel里面, 它的写法呢一般官方的这种写法就是一般会你会声明, 这个multiplelipeta, 然后再定义一个我们的livecircle里面, 通过它这个对象的相当于是指针引用吧, 把它传给它吃, 因为这个lipeta是不可以去做改变的, 而我们的multiplelipeta是可以去给它去更新值的, 然后它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声明, 然后当我们我们可以比如说这又声明了一个reportlipeta, 然后我们最后可能在这里头做了一些操作, 通过report去load一些数据, 然后去更新这个report, 回头然后再更新我们的可以在viewmodel里面去做到observe的时候, 当这个声明周期, 当这个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去通知它,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lipeta调用, 然后另一个关键的API叫做mediatelipeta, 我们的lipeta它是指就是说是关注了一个数据员, 然后我们的medialipeta就可以做到我们的关注多个数据员, 这个是一个原码里头的一个例子, 我把它拷贝过来, 它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两个lipeta, lipeta1以及lipeta2, 然后我们声明了一个medialipeta, 我们就可以把它加入到我们的medialipeta里头, 因为它会相当于是有两个数据员, 最后呢我们比如说这里头有一个操作, 就是想让lipeta1在通知10次以后, 我们不再去相当于是观察这个lipeta1, 然后我们只需要lipeta2数据更新的时候, 去通知我们的view, 它这里头有一个操作就是, 它末诊以后, 它这里头能有一个观察者, 它的第二个方法叫做你要传一个观察者, 我们可以去有一个flag去统计这个次数, 然后等大于14以后呢, 我们把lipeta1移掉, 这个medialipeta主要是处理的这个多个数据员的时候, 这个最常用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在report上可能说这个有两个数据员来源, 一个是local的, 一个是remote, 我们remote经常可能有retrofit或者是local的room这种, 它两个都可以返回两个lipeta的数据, 然后我们可能去做一个判断, 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去用local的, 在什么情况下用remote, 所以说在那个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去要用这个medialipeta, 去做一个这样的数据员的一个处理, 另一个API呢, 这个是live circle里面的叫做transformations, 它其实呢就是, 我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叫做switchmap, 其实还有些map的数据, 它就类似于我们rkjr里面的一些,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函数编程里面一些map操作, 就是说它这呢是把我们的live datax, 它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其实它还是用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media to live data的这个API, 它通过把这个我们的x加进来, 然后第二个在我们的观察者里头, 观察这个x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转变, 把x包装成一个y, 然后最后这有很多判断, 比如说这个x是不是存在啊, 或者是不是新的, 但总之它就是还是通过我们的media to live data去做的这个实现,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做一些我们的live data, 可能要去一些转变的时候, 转变我们的数据数据类型啊, 或者是数据就是我们的, 就是做一个数据类型的转换, 就是一个map的操作, 还有很多操作, 比如map还有其他的一些, 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但是它的实现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说这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个最重要的live data的API, 以及我们的如何使用, 下面我们讲完live data呢, 我们知道它可以做到监听数据, 然后监听这个live circle, 跟着这个live circle, 然后去把我们的数据在核设计的生命周期, 通知给我们的live circle owner, 然后我们下一个首先讲到这个view model, 因为live data它现在基本上是和view model配合着使用的, 我们的view model呢, 顾名思义啊, 它其实就是把我们的, 其实它就是把我们的view, 管理就怎么来说, 就是view model也是一个生命周期感知的一个组件, 它能够帮我们, 它是一个model, 所以它主要管理data, 所以说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存储, 或者是管理我们的UI相关的data, 它的几个, 它的有两个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它感知的生命周期呢, 是我们的系统的configuration change, 然后我们的系统的configuration change,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rotate, 或者是啊,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调整我们整体, 比如把字体变大, 或者换啊, 换一些page, 而不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这么, 这有个小问题就是我们的activity fragment, 有几种的效果方法, 呃, 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电话中, 一般这个activity fragment, 三种效果方法, 第一种就是, 我们手动去finish这个activity或者fragment, 手动去销毁它,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系统的, 因为系统的改变, 引起的这个activity的销毁, 以及它, 嗯, 然后重新漏洞, 重新create我们的activity, 第,啊, 第三种, 第三种呢, 就是, 我们, 嗯, 第三种的啊, 第三种的生命周期呢, 就是, 我们的, 当我们的这个, 嗯, activity在我们的, 因为呃, 比如说之后以后, 当我们的这个, 进程里面的, 因为生命周期, 因为这个呃, 内存不够, 或者是, 因系统的原因, 去导致它, 呃, 如果不借助啊, 我们下一个save state的状态呢, 它只能去做到, 监定我们系统的, 啊, 这个conference change, 去恢复我们的一些, 啊, reality的data, 然后呢, 它另一个最大特点就是, 能够在, 呃, fragment之间, 呃, 共享数据, 比如说我们一个, 一个activity上面有很多fragment, 然后, 它能够在, 多个fragment之间, 共享一个viewmodel, 然后, 这是我们啊, viewmodel大概的介绍, 然后viewmodel呢, 它, 这个图也是官方的一个图, 啊, viewmodel scope呢, 其实就刚才我们说了, 它就是在, 它, 它能够做到就是, 监听到我们的这个, destroy以后的状态, 像这种, 在这个create start, 一直, 所有的这个中间都是我们viewmodel存在的, 导致, viewmodel scope能够存在的生命周期, 就是我们能够做的, 嗯, 嗯, 然后下面我们讲几个, 啊, viewmodel, 啊, 这种的api, viewmodel里头, 我们的, 嗯, 使用办法, 比如说, 是我们自己去继承一个viewmodel, 这个系统, 实现一个系统, 或者实现一个类, 然后呢, 我们在里头, 去做一个我们的data的管理, 嗯, 比如说我们上次讲, 刚上节课讲的livedata, 然后去做一个livedata的一个声明, 或者是一个值得更新,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view里面, 像我们的activity, 或者fragment里头, 我们会通过这种办法去啊, 生命它, 叫做, viewmodel provider, 然后传一个我们的, 像我们当前的这个, 呃, activity, 或者fragment, 然后去拿到我们的viewmodel, 最后呢, 最后呢, 我们通过, 调用我们的, 啊, report呢, 提供了一个, 一个方法, livedata, 返回的一个livedata, 类去观察, 观察, 然后通知, 最后在observer里面, 做到一个我们的UI修改, 然后呢, 这里头用的就是viewprovider, 另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viewmodel storeowner, 其实viewmodel storeowner呢,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刚才, 上一次讲的那个livesockowner, activity, 或者fragment, 它里头存的是这个viewmodel storeowner, 然后, 另一个就是API, 叫做viewmodel, 啊, private里头, 它有一个factor, 它一共提供了三个factor, 叫做newinstancefactor, 还有我们的androidviewmodelfactor, 以及save the stateviewmodelfactor, 这几个factor呢, 相当于就是配合我们的, provider去创建我们的, 配合我们的provider, 去创建我们的viewmodel, 因为我们这传的这个plus, 其实它, 如果是用instance的话, 它是通过这个, 反射的方法去创建我们的plus, 而通过这两种办法呢, 它是, 通过我们, 去判断我们当前, 是不是会已经存在了我们的viewmodel, 去拿这个viewmodel, sorry, 刚才点错了, 然后这里头我们说了一个叫, save the stateviewmodelfactor, 其实在, 在jetpack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save state的, 一个组件, 它呢, 其实是, 是结合我们viewmodel共同使用的, 呃, 刚才我们讲的viewmodel呢, 它只能去, 维护我们的状态, 只能去再做到系统, 啊, 系统去啊, 发生, 发生配置改变的时候, 去, 会, 回复我们的状态, 但是如果不是系统呢, 比如说是, 我们的, 在, 因为在后台, 由于, 啊, 内存不够, 或者是什么原因, 把我们的activity杀, 系统把它杀掉以后,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 去, 啊, 去感觉这个unsafe的instance的这个状态, 所以说, 它, 我们又, 啊, 出了, 他又出了一个save的instance, save的instance, 啊, 这个save的instance state呢, 它就能够在, 我们的uncreate里头有些save的instance,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办法去, 啊, 拿到它的数据, 所以说viewmodel和, 加上save state, 这两个, 维护数据的状态呢, 我们就能够做到, 完美的去, 在,啊, activity消, 就在意外销毁, 或者是系统, 啊, 销毁的情况下, 做到它的状态, 啊, 数据的一个恢复, 然后, 啊, 刚才这个是我们的viewmodel, 一个最基本的使用, 另一个呢, 啊,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啊, 可以, 啊, 我们说的是它在,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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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和之间可以很轻松的, 这个, 共享数据, 只要我们在这个里头, 传的是我们对应的, 如果是我们要共享, 在一个, 一个viewmodel, 可能在多个fragment之间共享, 我们传我们当前的activity就可以, 而, 如果我们想在不同的activity之间, 我们如何做到共享数据呢, 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办法, 我们的application去, 啊, 去, 实现我们这个viewmodel storeowner的这个方法, 然后去, 返回我们当前的, 啊, 在application里面, 其实我们的activity或者是frame呢, 同样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操作, 它去继承或者实现我们的viewmodel storeowner, 然后返回了一个我们的viewmodel store, 所以我们这样可以把这个application传进来, 通过这种办法, 做在多个activity之间, 去, 共享我们的viewmodel, 说完viewmodel呢, 然后, 我们, 啊, 相当于是把我们的mv, 里面的viewmodel, vm层, 给说了, 然后我们下面再说一下我们的reples, reples层, 我们有两个数据来源, 一个是, 啊, web, 一个是web service, 一个是我们的, 啊, local data service, 一个是remote, 一个local, 我说错了, 然后local呢, 我们可能包含room, 或者,啊, 包含database, 或者是我们的disk, 以及我们的shared preference, 这里呢, 我们来主要讲一下这个room database, 然后,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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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m database呢, 它其实是一个轻量级的om数据库, 它本质上呢, 啊, 也是一个对circleland的一个抽象, 然后呢, 它, 嗯, 简化了我们使用circleland的一套, 一套模板代码, 因为我们在平时如果用原生的circleland去写数据库的操作的话, 可能会, 写很多样板代码, 而且, 啊, 遇到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比如说一些circle语句, 啊, 在编译的时候, 什么也帮它检查的, 而且是在运行完, 可能我们才发现很多人写错了, 然后, 啊, 所以说它出了, 这个, 啊, room呢, 它其实, 最大的几个特点就是一个是在编译期, 它能够去校验我们的circle语句, 它会生成一个, 啊, 你的不同的, 那你, 你写的这个, 这个, 注解, 生成的注解, 通过这个, 啊, annotation process, 生成我们的一些, 啊, 啊, 原码, 然后, 去做一个校验, 而且能够, 嗯, 通过这些注解, 让我们减少很多样板代码的实现, 哪些样板代码呢? 我们之前在写, 啊, circle, 数据库的时候, 可能会实现很多这样的官方给的, 比如说你要写, 要对每一个数据库表, 啊, 每一个字, 每一个这个字段, 都做一些, 声明, 或者是, 跟circle的一个意义的对应, 嗯, 但是通过我们的room呢, 我们通过简单的注解, 就能够实现, 定义我们的entity, 或者是我们的, 啊, 啊, DAO, DAO层数据访问层, 然后第三个特点呢, 它能够轻松的和我们的, 啊, LavData, 或者是我们的actdava去, 结合着使用, 所以说我们, 也能够做到, 嗯, 去, 啊, 叫什么, 做一个数据更新, 然后, 而且是在, 合适的生命周期去做数据更新, 然后, 啊, room database呢, 它其实, 它最重要的三个组件就是, database, entity, 以及DAO, database就是我们的数据库, entity就是我们对应的数据库表里面的, 啊, 我们的一个model, 然后DAO呢, 就是我们那些, 啊, 增加删除, 这些, 基本的操作, 嗯, 然后我们, 这个,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是怎么使用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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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entity, 我们首先是需要去引读它的包, 然后我们同, 同样我们要, 用这个room, compiler, 用这个, 加入这个注解, 因为它是通过我们在, 啊, 编写器生存代码, 所以我们要学, 需要这个entity process, 我们很简单的, 通过这种entity的注解, 然后声明一个, 我们的U的对象, 而且我们可以定一些, 根据一些注解, 啊, 定一些我们数据固表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主件啊, 或者是一些, 啊, 其他的约束, 就是我们的entity,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DAO层, DAO层就是我们的数据访问, 而且, 我们可以做一些, 啊, 的什么, 插入, 更新, 删除以及查询的一些操作, 而且, 在这些, 啊, 插入的时候, 可能我们还会有一些, 比如说, 他有一些, 他, 我们可以有一个, 这个策略叫做, replace策略, 就是当我们发现冲突的时候, 去把, 比如说同一个U的, 我们数据固表里面, 已经存在这个, 我们通过什么策略去做, 嗯, 还有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在, 我们返回的数据库里面, 返回的, 啊, 返回的我们的, 查询数据, 直接返回上live data的样子, 然后, 去配合我们刚才的live data, 已经beam model, 就可以做到, 在合适的数据库, 在合适的成为周期, 去更新我们的数据, 这是我们DAO,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database, database呢, 就是我们的数据库, 然后room呢, 它的database呢, 给我们提供了很强大的功能, 我们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这个memory database, 它就跟这个字面意思一样, 它其实是一个内存数据库, 当我们内存, 啊, 当我们不在内存这儿被回收以后, 它已经就会被销毁,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实际的啊, database, 就是我们的数据库, 是一个磁盘的数据库存在, 啊, 啊, 这里头呢, 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 如果build, 如果这种build的方法, 去build我们的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的配置, 比如说, 啊, 我们可以显示的说, 我们 alone, 我们的, 在主线上去做查询, 啊, 其实原则上是不允许这样做, 但是它提供了这样的方法, 而且我们在查询完, 我们会有一些callbank, 可以在这声明一些callbank, 然后我们可以去设置我们的啊, 线程池, 去在什么样的线程池, 以及什么样的状态下, 去做一个这个数据库的查询, 而且我们啊, 同时, 我们还可以自定一些加密, 啊, 对我们数据库查询啊, 加密了一些, 啊, 一些叫什么, 嗯, 工具类, 我们可以配置在这儿去做一个处理,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就是这个数据库迁移, 我们在做数据库的时候, 可能比如说, 数据库版本升级啊, 可能会经常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 他这里头已经很好的帮我们, 实现了一些这种数据库迁移, 以及, 这些配置的一些实现吧, 总之方便了我们啊, 书写数据库的代码, 那我们可能能很轻松的, 能够在啊, 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room, 啊, 框架去, 啊, 访问我们的数据库,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room, room的一个, 啊, 一个组件, 下一个呢, 我们来, 啊, 再讲一个, 另一个组件, 叫做work manager, 也是, Jetbank里面一个, 比较厉害的一个组件吧, 我觉得, 嗯, work manager呢, 这里头啊, 这个API呢, 他是啊, 新一代啊, 后台任务的管理者, 可以轻松的简单的啊, 实现我们复杂的后台任务, 和控制, 大量的应用程序, 我们啊, 都需要在这个, 后台执行任务, 都有这个后台执行任务的需求, 啊, 我们安卓官方呢, 啊, 啊, 有很多种后台任务解决的方案, 比如说这个, 通过这个job schedule, 通过loader, 以及service, 啊, 但是如果, 但是这些API, 如果没有再被, 適当的使用呢, 可能会消耗我们大量的电量, 所以说安卓, 在解决应用程序耗电问题上, 做了很多尝试, 然后, 通过各种方式去限制, 或者管理我们的应用程序, 为了保证我们的应用程序, 不会在后台过量的消耗设备电量, work manager, 所以说work manager的出现呢, 就是为了会, 啊, 为我们那些应用程序中那些, 不需要, 或者不需要及时完成的任务, 来提供统一的解决方案, 主要是对我们那些不需要同时, 就是, 可以去啊, 这deferble, 就是推迟延迟的任务, 它这主要真的是这种情况下, 提供了解决方案, 这样子呢, 能够在我们的, 啊, 设备电量和用户体验之间, 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他能够啊, 他这官方的说法是能够, 在我们的amp啊, 退出, 或者是我们的设备重启以后, 都能够啊, 一步的去执行我们的这个任务, 他啊, 其实, 本质上他怎么去做到这一点呢, 这个work manager, 最后其实无非是把我们的这些任务啊, 或者是我们, 啊, 这些, 选求后台的任务, 统一, 存到了一个数据库, 所以说, 他达到了这个需求, 就是说, 满足了我们这个, 啊, 退出, 或者是, 啊, device restart, 就我们设备重启。 嗯, 我们work manager呢, 主要有哪些功能呢? 就是他提供了一些, 啊, work strengths, 然后, 这个work strengths呢, 我们待会可以讲一下, 就是他, 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 啊, 我们的work, 就是我们的后台任务, 可能, 会给我们加, 通过我们加很多约束, 来去限制我们的work, 在什么情况下去执行。 然后呢, 他也有很多这个, 这个, 这个try策略, 就是, 当我们的work 执行失败以后, 他去, 啊, 怎么执行我们的任务。 同时呢, 他又能够支持这个链式的work调用。 比如说, 我们执行任务A, 之前需要执行, 啊, 我们执行任务A之前, 需要执行某个任务B和C, 他现在也能提供很好的办法, API, 能够我们去, 通过这种调用, 啊, 而且他能够, 就是, 在配合我们的, 啊, 线程, 能够有, 在后台线程里, 有一个很好的, 交互, 一个很好的配合, 去执行我们的work, 啊, 这是一个大概的概念的介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workmanager最重要的几个API, 啊, workmanager的API呢, 主要包含这么几个, 第一个是work, workmanager就是我们的任务执行者, 他是一个抽象类, 我们需要, 啊, 这个继承他, 实现啊, 要执行的任务, work request呢, 啊, 就是, 我们在每个任务执行时, 需要构建一个, 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把它加入我们的队列, 啊, 加入我们的队列呢, work request, 通常有两个request, 一个叫做one time work request, 另一个叫做period, 啊, periodic work request, 一个就是任务执行一遍, 另一个就是任务周期向的执行, 嗯, 然后workmanager呢, 就是我们管理我们的任务请求, 任务执币列, 啊, 我们发起的work request, 就会进入他的任务对列, 最后呢, 我们有一个work status, 就是我们之前完以后, 我们的work, 有一个种, 啊, 我们的work, 会有一些work status, 包含了一些, 比如说, 当前的work的block, 啊, successly啊, 还是cancel啊, 还是field, 就是一些状态的一些, 啊, API, 然后concentrate呢, 对我们的work, 进行一个约束, 我们可以在下面的实践中, 去看他到底有什么约束, 等一下我们来, 第一步啊, 我们要, 这个, 使用work manager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 我们先写, 通过, 继承我们的work, 这个抽象类, 可以, 这里我们, 举一个, 上传文件的一个, work, 呃, 我们需要在这个, 类里面去重写, 这个dowork的方法, 然后去拿到我们的, 这个get input data, 就是, 其实, 呃, 去拿到我们的这个, 嗯, work request里面的, 对象, 呃, 的, 呃, 数据吧, 就是我们的, 要之前, 啊, 任务之前的数据, 在这dowork, get input data的时候, 其实这里头已经是, 走到了直线程, 在这个类里头, 啊, 然后我们再做去, 比如说再做一些操作, 然后去, 上传文件, 嗯, 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的work request, 我们的work request呢, 刚才说有两个work request, 一个是one time work request, 一个是周期性的work request, 我们这里头拿one time work request, 来做一个例子, 我们的one time work request呢, 啊, 也是通过这种build方法, 系统提供的这种build方法, 来做让我们构建我们的一个request, 刚才说的这个data就是从, 呃, worker里面的data就是从这里头传进去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头, 比如说, 啊, 构到一个我们的很简单一个data, 就是一个文件, 然后同时我们写一些约束, 这些约束呢, 都包含哪些呢, 比如说这个, 嗯, 这个要求我们的这个当前存储, 比如说不能够太低, 系统好像是大于15%还是多少, 就是我们的当前, 啊, 必须大于15%以上, 我们才能够存着东西, 一个API, 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work type, network type约束, 啊, 这里头就是说没有既然的work type, 它其实就是一个wifi的work type, set request battery, 啊, 就是说到我们电量低的时候, 我们去, 能不能去执行, 以及我们是不是在创电下, 我们这个work能不能去执行, 还有我们的设备是不是现在在, 空闲的时候我们也来执行, 还有还有很多这样的业数, 总之就是, 对我们这个当前, 啊, 系统的一些, 啊, 不同的状态去做一个判断, 然后去看我们的work, 是不是在这个合设的那些执行, 然后我们这个, 通过这个, 我们的, 啊, constrained,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set, constrained, 就set进来, 然后我们data, set进来, 同时我们的request里头呢, 也有一些, 这个API, 比如说这个延时啊, 以及我们, 啊, 这个, 这个我给忘了, 让attempt, 可能是尝试多次, 然后, 啊, 以及我们, 这几个API, 我都有一些, 小小的忘记了, 反正总之就是, 一些配置吧, 嗯, 这是我们的work request, 然后, 啊, 当我们声明完我们的work, 啊, request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 这儿, 就会通过我们的work manager, 去把我们的worker, request, 入队, 然后就, 通过这个manager去做, 这个任务的管理, 或者是控制, 这儿我们还有一个, 啊, API, 叫做work continuation,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worker, 他, 他能够对我们做一个, 啊, 链式的work调用, 比如说, 这里头我们有一个, 啊, 叫什么, A request, 以及B request, 然后, 我们会, 先去执行这两个, 然后执行完这一个呢, 我们再去执行C和D, 然后再去把它, 我们, 最后把定义, 再把它放到对列里头, 它是一个这样的执行数据, 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 API, 比如说我们, 嗯, 这个, 先起, 先, 先执行这个work, 啊, 然后再执行这个B, 或者是我们, 啊, 啊, 这, 这是另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先执行A, 再执行B, 然后这个CD呢, 是先执行C, 再执行D,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两个AB和CD再结合在一起, 最后, 这是我们另一个这种, 啊, 我可, 我可链, 这样的一个方法, 总之, 他就通过这些, Bing啊, 这种Z, Combine的一些, 最基本的这种, 啊, 操作, 去管理我们的这种, 任务, 这是我们的Worker Continuation, 任务的一个API, 啊, 另一个, 另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 Work Manager的, 嗯, 啊, 任务, 任务管理,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取消一个, 我们当前, 嗯, 取消我们当前所有的, 啊, 然后通过一些Tank, 以及取消我们指定Tank的Work, 还有就是, 通过, 啊, 通过这种, ID, 去取消, 以及, 啊, 取消我们的唯一的一些Work, 啊, 就是一些API吧, 然后, Organ Manager的架构呢, 与啊, Service呢, 我们, 之前可能, 大家会尽量用这个Service, 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 啊, Work Manager能做的, Service也能做, 但是Service, 啊, 我们现在有时候, 我们这个APP, 因为这个Findland Service后, 后台任务啊, 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APP系统抗论, 所以说系统, 就会对, 而且这几年对Service好像在不同API, 做了一些限制, 啊, 我记得是在, 啊, API23, 6.0以上, 我们在关闭屏幕以后, 系统就会禁止我们英文的后台, 任务网络请求, 然后在安卓8.0以上, 啊, 我们在后台, 是不允许启动Service的, 我们其他会抛议, 而Work Manager呢, 就是为了做了, 做一个更合理的后台任务管理库, 去做一些我们的后台任务,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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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主要是做一些个, 啊, 后台任务的, 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不需要立即执行的后台任务, 因为我们现在的, 我们的任务一共有, 啊, 可能会分为三种类型, 就是需要立即执行的任务, 以及需要我们在指定时间之前的任务, 还有就是需要我们, 嗯, 延迟的任务, 对于我们在延迟的任务, 我们可以通过Work Manager来执行, 而对于我们的, 啊, 比如说, 在指定某个时间, 以后去执行, 可能通过我们的Alarm, 啊, Manager来去执行, 然后, 这个就是, 啊, Work Manager的大概, 啊, 介绍, 以及使用, 嗯, 这个是, 啊, Work Manager, 啊, Work Manager, 大概他这个, 一个, 啊, 调用的一个, 我们, 我们调用的一个链, 以及他这个, 嗯, 基本的, 架构, 其实他背后也是通过一些, 比如说这种, 啊, 系统提供的这种, 之前, Manager, Job Schedule, X2的去执行的, 至于他选的哪一个呢, 他是根据, 我们的不同的, 系统当前的版本, 嗯, 嗯, 因为我们, 这个, 这个Work Manager, 我记得应该是, 支持到了API14, 所以说, 他要根据我们当前版本, 比如说大于, 5.0, 或者是6.0以上, 我们是选用哪一个, 这个, 啊, API, 去执行我们的任务, 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把我们的Worker, 承担了我们的, 啊, 任务, 最后, 会把我们存到数据库, 然后去做到我们这种, 啊, 当我们, 啊, 后台, 当我们的APP杀死, 或者是, 啊, 以及我们的, 手机重启以后, 能够指向我们的任务, 啊, 下面来讲一下, 另一个图点就是, Data Binding, Data Binding呢, 它, 它就, 啊, 它是, 一个, 能够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 为了让我们, 啊, 减少我们在Activity Frame里面, 写, 就是, 对这个, 我们会做这种UI更新吗, 可能会, 比如说, 当这个页面, 很大, 页面这个功能很多, 而且, 任务很复杂以后,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 UI更新, 可能会写很多的这个代码, 它为了, 方便, 或者是为了让我们去, 很, 很方便的去做那种, view的, 书写, view, 啊, view, 数据的更新, 状态的更新, 嗯, 它通过一种, 啊, 声明式的一种, 在我们的XML里面, 通过一种, 啊, 一些, 啊, 一些表达式, 或者是一些, 它也可以在, 啊, 我们的XML里面, 可以, 引用一些我们的, 啊, 基本的一些数据, 啊, 类型, 以及我们安卓的一些包, 然后在XML里面, 就, 通过很基本的, 判断去, 更新我们的UI, 它最大的几个特点呢, 就是, 能够, 啊, 双向数据绑定, 它通过, 它也有了自己的Observer, 我们可以去, Observer, 去实现它, 然后最, 最后做的数据的更新, 然后, 能够减少我们写些样板代码, 就是, 我们,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都用Code这样, 之前我们可能用按, Java, 写这种FindViewById这些, 但是, 如果用这个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 Code你就不需要, 也不需要FindViewById, 但是如果用Java的话, 同样会减少我们的代码, 然后, 释放我们Activity, 或者Frame的一些, 复杂, 复杂, 复杂度, 最后呢, DataBining呢, 它, 它在XML中, 绑定数据呢, 还是空安全的, 它, 它会, 在数据绑定的时候, 会做一个自动装箱和空判断, 这个, 减少我们这个, NoportException, 反正通过, DataBining, 我们, 能够, 在XML里, 做一些View的更新, 然后减少我们在Activity, Frame的一些, 复杂度, 让我们的ActivityFrame呢, 关心我们的, 更多的关心我们的EA, 嗯, 然后呢, 这个是DataBedding, 我最后讲的这个, 从DataBedding开始, 就是大概的过了几个API, 因为, 有一些我用的也不是很疏, 然后我就是大概自己, 去了解了一下, 然后写了一下Demo, 所以说, 我就不去过多的做, 圆码上什么解释了, 就大家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种, 嗯, 它的实用以及它的优点, 大家可以具体, 在项目中如何使, 使用, 然后我们, 如何选, 是否要选择这样的一个组件, 在项目中还要结合自己的, 这个项目, 啊, 需求, 啊, 另一个简单介绍, 就是这个Pedding, Pedding框架呢, 我这个是, 我这个写的三的意思是, 其实在18年的时候, 它那个是, 也是推了一个, 当时就推出了这个, Pedding, 的一个Library, 然后今年我看, 官方在20年, 啊, 把这个升级成, 啊,Pedding3了, 就是提供了, 呃, 更好, 就是更方便的提供了我们一些, 啊, 一些API, Pedding呢, 我们主要最重要的做的是, 因为我们在App中, 而经常要做的一个就是, 要做这个, 这个, 里面做这种数据, 下拉更新的操作, 然后我们, 如果没有啊, 这个, 啊, Pedding的话, 我们可能自己去做数据更新的话, 做这个下拉加载, 我们经常会去做一些, 在recycle rate, 做一些, item type的判断, 或者是做一些, 啊, 就是, item position, 我们经常需要判断来判断去, 是不是要显示那个, 通过这个Pedding, Library呢, 我们能够方便的去, 啊, 做这种数据, 啊, 下拉加载的, 啊, 然后呢, 官方说他这个也可以做到一些, 啊, 优化这个网络, 带宽, 他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同, 减少我们的重复, API请求, 让同一个API可能在, 很短的时间内做, 他可能就会去, 只做一次, 测试, 然后, 所以说达到了我们这个System, 系统资源的更有效的, 嗯, 他也做了, 他也, 他也, 实现了我们这个, 做了一个内存缓存的功能, 缓存我们的当前, 配置显示的Data的数据, 嗯, 还, 也能够, 啊, 做到这个自动的去请求数据, 就是说, 做到下拉公, 下载功能, 当我们去, 啊, 下拉到, 当我们的数据, 下拉到我们的最后一个, 我们当前, 啊, 漏了出来的Data的以后, 做一个, 再从, 再去发一个请求, 去拉我们更多的数据, 下来加载, 嗯, 而且, 啊, 他这个, 配顶三呢, 他是, 啊, 很好的支持了这个, 啊, 靠点的协程, 也这个新出的这个flow, 啊, 协程的, 也是对, 啊, 协程的一些操作, 还有, 这是我们的NavData, 以及XJava, 而且呢, 他还有的就是,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 啊, 错误的处理, 以及, 啊, 叫什么, Refresh, 或者是我们的, 啊, Retry的一些, 能, 具有这些能力, 然后我们的Navigation, Navigation呢, 嗯, 它是一个路由组件, 它其实做的呢, 就是, 我们, 啊, 我们如果重启一个app, 我们最, 基本的一个app, 基本上都是具有几个timebar, 然后, 在这个timebar之间, 我们每个time, 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fragment, 然后, 我们原来呢, 可能会, 呃, 没有这个, Navigation, 或者是, 不管有没有这个Navigation, 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 fragment之间, 呃, 我们经常要做一些这个, fragment的, 呃, 站的管理, 比如说, 在某, 从某一个fragment跳到, fragment再跳一层, 我们需要, 返回到哪一层, 然后, 在不同的timebar之间, 我们的fragment, 就是怎么去管理我们的fragment的站, 呃, 呃, 所以说, 官方, 呃, 也推了一个Navigation组件, 让我们能够方便的去, 呃, 跳, 这个, 在不同的, 呃, 呃, fragment activity, 以及dialog frame, 进行路由, 官方提供了三个, 这个, 而且提供了我们自定义区, 我们可以去通过, 自定义的去, 呃, 呃, 写我们的这个Navigation的一个跳转, 通过, 嗯, 官方提供了一些API, 然后呢, 呃, 我们Navigation里面, 它是在XML里面, 我们如果,呃, 配置的话, 它其实, 能够有几个很简单的, 这个, 我们可以通过, 托, 啊, 在XML里面去简单的配置, 我们跳转的时候需要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们的动画呀, 或者是一些嘛, Deep Link呀, 以及我们的, 啊, Data, 呃, 就是说我们在打开Activity的时候需要哪些Data, 或者Fragment的时候, 嗯, 它会去, 可以去帮助我们实验这些功能, 而且做一些, 啊, 基本的, 填了一些动画, 嗯, 这个框架呢, 我只是在, 呃, 这个组件呢, 也只是在这个Demo中, 使用过, 在实际的项目中呢, 目前也没有去, 呃, 使用过这个组件, 嗯, 但是, 在用这个组件的时候呢, 呃, 如果说, 只是我们兴起了一个小项目, 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但是对于, 如果我们要, 呃, 一个老项目去重新, 把它改成这样的一个, 呃, 我们可以去重新, 啊, 自定义, 通过, 啊, 自己定一个, annotation processor, 一个, 啊, 一个编译器去, 通过注解方式去自己定一些, 啊, 自定义的一些metigation跳转, 然后再去, 如果只是简单的用系统的三个的话, 可能有些局限, 然后, 然后, 嗯, 嗯, 就差不多了, 今天, 讲了, 大概讲了七八个, 八九个, 这个, 里面所有的组件, 总之, 呃, 嗯, 我们的getamack提供这些组件, 就是为了, 让我们方便我们去, 呃, 方便我们安卓开发, 其他的, 他的这些东西都不是说特别新, 只是他提供了一些新的API, 或者是新的一些, 嗯, 设计模式, 比如说MVNM, 或者新的框架, 比如Zoom, 或者是, 呃, 哪个就是这些, 方便我们去在, 嗯, 新起一个项目的时候, 嗯, 能够, 或者是在我们EU的项目中, 集成的时候, 能够, 啊, 很方便的去, 很优雅的去写出一些代码, 减少我们很多代码量, 而且, 嗯, 能够, 啊, 统一我们的开, 啊, 开发规范, 比如说我们在, 呃, 你在A公司和B公司, 大家, 他, 他的希望是我们每个人, 大家都要追寻这个Jetbank的规范, 所以, 以后, 所有的代码, 大概的样子, 可能就是说, 啊, 依据Jetbank的组件, 然后去, 啊, 使用那些代码, 比如说, 呃, Jetbank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组件, 比如说这种, 啊, 杨兰晨讲的Jetbank和Compose, 还有一些CameraX呀, 还有一些, 嗯, 比如说Android的KTX包里面的一些功能, 还有我们要,啊, 老板们适配AndroidX, 从老板们的Support包升级到AndroidX包, 都是AndroidJetbank里面提供的功能, 而且, 他也有一些相关的,啊, Android Steel提供一些功能, 帮助, 比如说, 帮助我们很好的去,啊, 升级到AndroidX, 最后我们在, 他有一个一键功能, 帮我们升级到AndroidX, 最后我们很方便的去, 通过再做, 再, 再更, 改一点点的API, 因为我们可能升级上有些API变了, 就能够达到我们一个整, 整个APP, 啊, 啊, 升级AndroidX的功能,啊, 的目的, 而且, 还升到AndroidX以后, 我们就, 再不用担心, 原来这个Support包啊, 各种包之间的有数的酷, 这些不兼容性, 比如我们,啊, 可能引一个第三个包, 他, 支持了AndroidX, 但是我们自己还没有, 这个AndroidX, 他就行, 就不能够去用这个AndroidX吧,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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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概今天讲的内容就是, 这些AndroidX的一些基本, 啊, 基本组件以及基本实用, 那有一些地方讲的不是很好, 或者是不对,啊, 啊, 都是,啊, 欢迎大家来个指证及纠正, 然后我们, 时间可以一起在这个社区, 或者是在哪,啊, 诶, 这里边有一些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是, 嗯, 常说的用ViewModel实现Fragment间通信, 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啊, 具体怎么实现, 其实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我们在, 啊, 传那个, 在ViewModel, 就拿我们ViewModel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Activity传进去, 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Fragment, 如果是多个Fragment, 我们会, 它依赖的是一个Activity, 所以说它, 就可以, 因为ViewModel其实它只是一个啊, 叫什么, 一个对象, 一个类, 它, 它的生命周期啊, 大于我们的Activity, 或者是我们的Fragment, 所以说我们可以, 传, 系统是直接支持我们的啊, 做, ok, 还有一个问题, Site和Post都能实现, 实时更新吗? 那个LiveData, 可不可以当做RxBus, 实用? LiveData, RxBus, LiveData, 我们可以写一个字体的, 实现通知总线, 其实我们的, 像EmentBus, 或者是RxBus, 以及我们的LiveData, 我们都可以, 啊, 去, 自己再封装一层, 但是封装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 我们观察者嘛, 观察模式里面, 没有, 不能, 他这个LiveData, 有一个叫什么, 支持年性事件, 什么是年性事件呢? 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 数据进行了更新, 但是我们的Observer, 还没有注册, 先更新数据, 再更新我们的, 再, 再添加我们的Observer的时候, 他可能还会去把, 给通知到我们的Observer, 然后, LiveData圆码里面, 通过一个, last version的一个字段, 去, 嗯, 去判断, 是不是要去通知我们的, 这个, 观察者, 因为我们有很多观察者, 可能有些观察者, 已经被通知过了, 或者, 他有一个字段叫做, my last version, 就是, 每次, 一更新, 一通知, 我们两边Observer, 以及我们的, 这个, LiveData里面, 这个my last version, 都会去更新, 所以是, 我们在, 自定义LiveDataBus, 的时候, 就是需要注意这两个点, 一个是, 连线实验的处理, 一个是, 这个, 我甚至, 就是我们通知这个观察者, 是不是需要去, 去做一个判断, 就是Casind Notify, 是不是需要去通知他, 嗯, 他前面那个问题是, 哦, side values, side values, 其实是在主线程做的, post values, 是在后台线程做的, 所以说, 我们的side values, 如果你在UI上主线程, 可以做到实验, 但是post values, 应该是不行, 因为在后台线程, 其实是你更新完以后, 再回到通知的, LiveData定义Cotlin的顶层变量, 会内存泄漏吗? 定义成Cotney的顶层变量 Cotney是一个语言 然后Levdata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 是不是他的意思是定义成我们 是一个什么级别吧 是Activity级别还是 是ViewModelSloop的级别还是什么 我们有很多 那我们先下一个问题吧 Work和那个Job Intent Service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我们的Worker Worker Manager最后是有通过这个 BoboSkyr去来执行的 但是Worker它就是提供了很多 优秀的API 然后我们能够做一些很多的约束 很多的管理 然后任务的链 就是它有这些功能 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 比如刚才说我们的Worker也可以通过Service来实现 也可以通过Alum Manager来实现 但是就是因为它提供了这个任务管理 任务控制 以及官方推荐吧 因为官方现在就是推荐账 所以我们这样做 那个DataBinding可不可以通过代码来定义 可以 DataBinding可以通过代码去 它的意思在说一遍 DataBinding可以通过代码去更新值 还是可以定义 它后边还有补充就说 可以定义 泄露变量明会导致部分代码无法混淆 导致安全问题 我不知道用DataBinding的版本 之前现在DataBinding它是 其实是通过这种编译 它会生成一个 你比如说你定义一个DataBinding插麦 它会生成一个DataBinding的一个类 然后在这个类里头 我们就可以清晰的 看见到我们在DataBinding里面 定义的一些变量 以及它的一些依赖 然后以及什么时候更新 然后DataBinding的时候 就要注意的 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它有一个延迟 我们在RecycleView里面 加这个的Item 更新数据的时候 最好是在代码里面去做更新 而不要在DataBinding的这个TML里面 去做这种值得更新 ViewModelStoreOwner如何配置 如何配置啥 共享时的私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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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说一下我立的ViewModelOwner ViewModelOwner其实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的Activity和Bragment都实现它 然后去做一个ViewModel的Store 就是它是存储我们当前的 就是我们ViewModel 为什么能够感知 系统Configuration乘着的时候 去做它的数据 恢复呢 它最重要的原因 它里头有两个声明主题 一个是Retain Configuration 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 这个方法 就是Activity里面 还有一个是什么 Configuration Change的 它主要是在这两个方法变动的时候 去做一个我们ViewModel的一个 就是不管是重新初始化 我们的ViewModelStore 还是去拿到我们之前的ViewModelStore 做一个数据 至于刚才你说的问题是ViewModel之间如何做私有共享 我我其实还是没有很理解这个问题 因为因为我们平时 就是我把那个问题发到那个全那个CVDTWM的群内 这个是ViewModelOwner如何配置数据共享 使得私有属性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下下沟通一下或者是交流一下 我没有第一下理解 然后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是啥 OK 那下面那个问题是 为什么要通过ViewModelFactory来获取ViewModel 这个是官方给的 这个叫什么 套路 就是你必须得这么写 但是 刚才我们 他写的 为什么要通过这样 他系统提供了三个这个 创建这个ViewModel的Factory 一个就是NewInstance 然后一个是AndroidViewModel 另一个是SavedStateViewModelFactory 然后通过Factory 然后去工厂去创建这个ViewModel 声明这个ViewModel 然后通过反射或者是通过我们已经存在的ViewModel 去拿这个 就是系统的一个 Android的一个设计 它的一个设计模式 那我们通过定义ViewModel 然后让它再持有在这个我们的Activity 或者什么样的里头 所以说 为什么要这么用 它的设计模式设计我们 就是通过工厂这种方法去创建 比较 嗯 合理 这个这个答案我也 我就觉得是官方这个推荐 然后它的设计模式吧 总之是这样子 下一个问题是那个WorkManager 是不是做不到应用的保护 嗯 WorkManager不能做应用保护 它的有一个15分钟的一个 呃 约束 就是最少 就是 就是 就是WorkManager 我们要做保护怎么做好的 就是一直换起 一直做一个任务 一回起一个任务 但它这个任务之间有个有个要求 最少要一个15分钟 这是无法做到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 入母是否支持存储 直接存储list的属性 入母是否支持 直接存储list 他支持 他知道的 你传那个 刚才我们写那个DU层的时候 他里头有一个这种那个VAR 就是 我们可以支持一个或者多个的数据 list 其实是也可以支持 OK 那就是 但是你的那个传入的那个变量 可能不是直接传粒 而是通过那个VAR VAR 这个那个 关键词 我自己的经验啊 我没有直接传过 因为官方的 啊 给的这个代码里面是那 所以我大概 OK 这是所有的问题了 啊 非常感谢 除非今天的 精彩的分身 好 谢谢大家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